河邦旅行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北京房山水域村 水域村位于北京房山区域南轿乡 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村子地处大房山枝脉的水域沟 周围林木茂密 过去溪流纵横 所以得名水域 这里从唐代开始就形成了一条商道 到了北宋时期 成为宋寮边境 是沟通中原与塞北的民间通道 到了原末明初 开始有山西商人在此设立驿站 商号 成为最早的一批住户 他们大都来自于山西红桶大槐树 明清到民国年间 随着房山南轿地区煤炭资源的开发 南轿地区人口激增 很多煤炭老板都富家一方 因而村里保留着大量建筑精良的山地四合院民居 清代中叶到民国 是水域村鼎盛时期 村里的杨家大院 娘娘庙等建筑 都建于这一时期 水域村平面布局以太极八卦为蓝本 村子北高南低 北面的宗教梁是靠山 过去东西南三面临水 是北山面水的格局 东门上刻有凝水两个字 以震水换 左右两侧分别有青龙和白虎护右 长领陀坐北朝南 是太极图上的前卫 娘娘庙与之相对应是昆卫 因而四乡俱全 风水极佳 水域村有96%都是山地 过去村民大都在矿上工作 这些年煤矿关闭了 村民主要靠种果树为业 年轻人基本都进城了 村里的房屋荒废了很多 村民主要静如 中屬荣黑圆 渡心 allud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